冬季奇爆发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2018年 冬季奇刚进NBA的时候 他的体重为206斤 2022年赛季开赛前 冬季奇的体重居然直接飙到了240斤 因为体重问题和不自律 冬季奇一直被媒体质疑 在此前对阵勇士的西决前 冬季奇还被拍到在路边喝啤酒 在输给德国的赛前 有媒体爆料 冬季奇在比赛前一天居然还在抽烟喝酒打牌 今年4月 东星霞被淘汰后 冬季奇就被管理层约谈 他们希望冬季奇可以在休赛期完成减重 并且管理层给冬季奇的体重目标为104公斤 由于备账2023年世界杯 冬季奇在休赛期马上和斯洛文尼亚国家队会合 在国家队时 冬季奇跟着训练师进行了大量健重训练 而斯洛文尼亚国家队还派出了理疗师和营养师 专门监测冬季奇的日常起居 结束国家队比赛后 冬季奇没有和往常一样旅游度假 他自费聘请了一个身材保障团队 这个团队帮助冬季奇恢复了状态 也帮助冬季奇怒绝了休赛期起重回升的问题 本赛季冬季奇状态极佳 他场均能卡下33.5分 8.5篮板9.4主攻 三分命中率可以高达38.7% 相比于上赛季提升了4.5个百分点 同时冬季奇的罚球命中率也提升了4.3个百分点 而且减重后的冬季奇场均出战时间可以达到37.1分钟 这已经是MBA现役第三的水转 从比赛贡献值来看 冬季奇已经超越扎姆斯 杜兰特和字母哥高居前锋第一 只要冬季奇自律 他就是世界级球星 但如果冬季奇和扎姆斯一样自律 恐怕他的未来要比扎姆斯还要可怕